嘿小小咪 又到了我們聖誕節到24天了 啊你早餐吞下去了 吞下去了 那你可以告訴我今天幾號了嗎 2020年 12月17日星期四 星期四還有幾天就是聖誕節 八天 哇好像超過一點點 那個一個禮拜就是聖誕節 就是一個禮拜有七天 那再八天就是聖誕節 所以你還記得我們講的嗎 今天是17號 然後還有倒數八天 所以17加8加起來是25 所以這數學是對的 我們來看一下第17個故事 感覺好像快接近我一聲了 好感傷喔 我們昨天講的是 尼古拉還是聖誕老人 今天要講森林之王 就是獅子 你覺得森林之王是誰 獅子 為什麼是獅子 因為每個故事裡都是獅子啊 為什麼不能是貓熊 我猜是聖誕老公公 你覺得聖誕老公公 有可能啊 或是耶穌基督 有可能啊 我們來看看 森林之王到底是誰呢 奧莉住在瑞典的小鎮裡 在那附近有個深綠色的湖 可以看到森林 如果幸運的話 還可以看見森林之王 一隻像雪一樣白的森林 哦 你猜錯了 是森林 你們要跟我去湖邊嗎 奧莉問朋友們 大家穿上雪鞋 準備踏上前往湖邊的路 這就是他們的雪鞋 好酷哦 感覺好像是那種 稻草或是藤 然後編織起來的 走了一小段路後 他們走進了一個獵人小屋 兩隻迷路在湖邊 挖地上的冰 他們在幹嘛 吃剉冰嗎 吃冰下結凍的草 突然呢 有個白色的影子 來到了樹林中央 诶 是森林之王耶 奧莉巧聲說道 他慢慢的走到結冰的湖上 突然想起好大的聲響 白色迷路掉到湖裡 只剩頭漏在外面 哇 好危險哦 因為冰下面會 你知道 那邊水很冷耶 怎麼辦 啊 你必須快點上來 奧莉尖叫道 水太冰了 米露好像聽得懂奧莉說的話死的 還一次又一次的用力撞破冰層 啊 怕那小貓馬逃出來 孩子們大叫 當米露逃出來後 他甩了甩身上的水 然後冷靜的走回森林裡 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呵呵 所以動物跟我們想像的不太一樣 就一切就回歸平靜了 所以你有看到嗎 有白色的米露耶 他就是他們的森林之王 有沒有很酷 你有沒有想看到白色的米露 我這輩子還沒看過米露耶 很希望可以看一下米露 然後如果可以看白色就更酷了 好啦這就是今天的故事啦 希望大家喜歡啦 掰掰 掰掰 by bwd6